外墙烈 天花板掉 商品3.7万人物点 昨天早上南投发生大地震 台中市区震度无极 中兴大学图书馆的书架 剧烈摇晃 吓得学生感情响应 祸爬下 架上的书本 也都一整堆的往下掉 而台中西名高中的书架 则像古牌一样连环岛 书架级里面的书掉了满地 幸好当时没人受伤 就很恐怖啊 就是听到在晃 就是在晃动 就是感觉在晃动 本来以为会停的 可是后来就好像 好像又有在后面 后面又有在晃 而这堂科大图书馆外墙 也是多处瓷砖和水泥掉落 钢筋裸露 当时很多学生都跑保护外逃生 因为连教室里的白板 都摇到掉下来了 当时地震白板就马上掉下来 之后同学都开始往毛眼跑 然后有人尖叫 而市中心的大业国中 不仅活动中心的天花板多处掉落 教室大楼的外墙 也有长达3.5公尺的大裂缝 钢筋严重裸露 以紧急拉起封锁线 而位于风源的观光局办公室 也是在那从天而降 天花板一边一边掉下来 然后我们就看会早点比 我是这个后方的 而台中高分院昨天墙壁 震出一条条裂痕 天花板青钢架也应声掉落 法院不但紧急中止开庭 而且所有人犯都先借户还押 大理新名路一栋大楼 外墙则被震出一条长达10楼高的大裂缝 相当触目惊心 地震昨天导致高铁有五班次紧急沙停 约有两万人 因班次取消或延误受影响 而台铁方面 也因列车减速 及循规等应变措施 使得90车次 约17000名乘客收延误 并没有灾情传出 动新闻 赞和发达